摘出来 听过就摘出来 哪怕对着转一拍 以骄傲的我们爱可在 鞋杂虾导盲犬 猛男判4月 昨天台北地医院有8只导盲犬拉拉 摆出大阵仗 就是要来听胜诉判决 并替伙伴商体初期站台 这期狗狗大战发生在去年9月 商体与陈姓女照护员 在新店监安街 遇到柴犬浪漫与四组张事争 浪漫主动出击 对商体肺咬 张兰竟拖下夹脚拖丢他 砸中商体着眼 海踏失明 无法担任导盲工作 法官看宴监视画面 确认张兰犯行 批张兰只爱自身裁犬 却对商体没同理心 心态可异 一回损罪将男子判4月徒刑 得一颗法金12万 可上诉 台湾导盲犬协会则带着商体 等8只导盲犬到法院听判 公关陈宜家说 感谢法院公正判决 将讨论是否上诉 并求藏139万元所失 并不是说一定要赔多少钱 那因为最重要的是 张先生他要抱歉 对他要对他所做的事情 所负负责任 我根本不知道 他的戴智子导盲犬 对不对 然后我的狗是受到攻击 我才会情急之下 我才会用拖鞋制止他 我应该会上诉 因为我没有钱 中新闻台北报道 我应该会有点赔多少钱 我应该会有点赔多少钱